現在說陽性率是萬分之8.3 你覺得做這個研究 花那個錢到那個價錢 所以我覺得科技部應該補助我200萬 我要來證明陳東豪是男性 我會不會分一點 我分一半給你 這需要證明嗎 無聊 對不對 我覺得今天這個研究 我不曉得他們的研究目的是什麼 我不願意去做任何陰謀論的揣測 我覺得這個對兩位學者也不公平 但是你說 做抗體的血腥研究 來多了解這個病毒跟被感染者 他的身體裡面會有多少抗體 會不會有用抗體 這個學術放上做研究 我沒有任何意見 這是他們學界有學界的討論 只是說在這個研究過程裡面 我不曉得是他是不小心 還是有人故意的 去釋放了一些 對於台灣社會 足以造成混亂的消息 而這個消息事後證明它是假的 那這個過程 現在我們是可以找 請問誰來負責任 我德國算是歐洲控制比較好的國家 我們用它的確診個案處理它全國人數來比 大概是萬分之二十七 美國是萬分之一百七十七 他們是全國的人數 我們才高風險族群 我們也才八點三 所以其實是相當低的 那所以這個數據是告訴我們 即使是在高風險族群 我們的感染率還是相當低 不過在這個數據上面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是 我們知道我們一直有一個防疫的迷思就是我們指揮中心對於高風險族群以往的做法就是有症狀我們才驗 沒症狀我們會先隔離14天 自主健康管理7天 就放它進社區 所以以往一直有一個迷思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檢疫的措施會不會把那些沒有症狀的陽性者放到社區裡面去 造成防疫的漏洞 那我們這個檢查 這個檢測告訴我們剛好解決了這個迷思 因為你測的這些4841個人當中只有四個人陽性 這4841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高風險族群 他們本來就是應該是被隔離14天在自主健康管理8天的人 那他們很多人他其實是應該在檢測的過程當中 假設他如果被測到是陽性 他當然就會被挪到確診區 所以這些人他不是陽性 所以他這四個人他如果不是沒有症狀的感染者 他就是偽陰性者 之後才被驗到 那這樣就是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政策是對的 我們本來一直擔心會有很多人漏掉 可是其實那些沒有症狀的感染者沒有那麼多 加上偽陰性者也沒有那麼多 那更不用說進到社區裡面去可能又更少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檢測告訴我們的 其實是肯定了台灣的防疫的措施 那所以不要再說我們蓋牌了 這一波彰化線的這一個爭議裡面 它其實裡面是含有藍綠的 就是見不得民進黨做得比較好啦 你知道防疫中心裡面不是都是綠的 我們的專家裡面他還是會有政治立場 可是在防疫這件事情上沒有 那個專家觀點沒有人會把政治立場 拿來解釋防疫的措施耶 我不願意談這一段 因為一扯到藍綠 有一些醫界的人會被藍軍的人攻擊 為什麼你幫民進黨的背數 你是說他本來就是立場可能是偏藍的 他比較偏藍的 然後他當綠的背數就不行了 我講的這些事情 就沒有專業可言就是政治 是 可是防疫中心裡面他沒有 他不是用這個在看 他從而到也不是用藍綠在看事情 他是防疫嘛 所以你要讓專業的回歸 專業的學術的回歸學術 然後政治不要跳進來 好 你再回來看這一波 你搞了那麼大的風波 最後說肯定防疫中心是對的 如果我們把事情重新回過來走一遍 彰化線想要多做一點可不可以 可以啊 彰化線你想多做一點 你就跟防疫中心講好 我這邊想要多做一點 所以防疫中心就沒有被突擊的感覺 我為什麼用突襲兩個字 因為說我做的一切 你是透過彰化的醫院 再去報上去的 再進到那個資料庫裡面 你繞那個圈子幹什麼 還好 還好國民黨的憲勢的時候 找回來沒有根據 對 為什麼我們就參加 說我們這個社會 從今年年初到現在為止 為了一個隔離 跟為了一個普篩 就為了這兩個想法 我們真的是浪費了太多口水 對啦 所以浪費太多口水 你現在這個一個報告出來 不是就整個以前反對中央的 以前一直在歷史這種事 現在都閉嘴了 這也是好事嘛 我跟我說 所以這個其實也要感謝 他們那個彰化的這個團隊 那你至於說 他們犧牲很大 不是 憲憲說犧牲很大 汪汪也犧牲很大 好啦 他們犧牲了 這個轉得有點硬 這個不轉得有點硬 這證明說 大家都閉嘴了嘛 對不對 沒關係 你看看 其實後來的那些事 為什麼閉嘴 因為台灣很安全嗎 花了那麼多時間資源物力之後 證明烏龍一場 坦白講 我就講烏龍一場 我們還要去跟他感謝 還要去感謝王惠美 謝謝你掀起這個一場波蘭 讓我們證明台灣是安全的 我覺得真的是太扯了 那我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之中 沒有人是笨蛋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有一點要釐清 請問這個到底是一個 抗體檢測的研究 還是說是一個普篩的政策 如果你一開始就是一個 抗體檢測的研究 那你要說清楚 包括你的取樣 包括這個受測者都要很清楚 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有沒有違反你的學術倫理 第二個 你的經費來源在哪裡 你的經費來源 給你的經費來源 確實是要讓你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還是你後來自己偏離了 原有經費來源的方向 我覺得這都要解釋清楚